大家晚安 哈囉 不好意思好像子儀了 冰多兄台下的朋友們 給我一點迴響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哲學星期五台中文志工 我叫小娜 那在稍微介紹一下哲學之前 我想先問一下 因為我自己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來 好像滿多新朋友的 想請問一下 就是今天你是第一次來到 哲學星期五的新舉個手好嗎 哦 好 好 差不多 好 謝謝 每次有不同的 因為哲學五其實我們在台中已經 這個方式是運作了兩年多的時間 那我們去討論過滿多 滿多 教育也是有 或者是說環境議題啊 土地正義啊 或者是說包括台中市區 比較接近我們的老街啊 老屋啊 或者是說好民的文化行動等等 其實哲學五談過很多議題 但每次談到不同的議題 就會有不同的朋友一起來加入 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那待會呢 我先預告一下 我們會有一個非常傳統又很可愛 有趣的一個儀式 大家可能從小到大 已經說過不知道幾次了 然後可能沒有想到說 你今天來聽一個講座 你以為你是來聽講者講的 沒有 我們要 對 各位就是主角這樣 我們待會會有一個簡短的有趣的儀式 就是每位朋友都要做自我介紹 對 然後就是大概10到20秒的時間 那簡單的介紹說你從哪裡來 然後你大概在做什麼 那你為什麼會今天想要來參加 參加我們哲舞的這個一個論壇這樣 那我們講哲舞 我們會講說我們是一個公共的一個論壇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是我們不引經句點 大家聽懂引經句點嗎 對 就是我們不要有太堅深的 學術上的書 對 說得好 其實我個人覺得引經句點四個字 就太引經句點了 就本身就是個gay-bye的詞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所有的講者 我們不會用非常學術的語言 不管我們討論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其實也討論過非常嚴肅的 死刑存備的議題 司法改革 人權 其實我們討論過非常嚴肅的意義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 講者是可以用普羅大眾 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 大家聽得懂的名詞 然後來跟大家來做交流 所以其實今天的這個公共論壇的主角 就是台下的大家 所以我們要溝通之前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 彼此簡單的稍微認識一下 所以在我大概 我還會大概講幾分鐘的話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你待會10到20秒的時間的時候 你要簡單的做自我介紹 你也可以談一談 你對今天這個講題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你會想來 是因為桌遊嗎 還是是因為教育議題你有興趣 還是公民素養 這幾個關鍵字可能吸引到你 或者你剛好就是今天晚上沒有事情 然後就好像過來看看 也是可以 那當然你對今天這個講題沒有想要特別分享也沒有關係 而桌遊是非常自由非常開放的 你就非常的輕鬆的介紹你自己 然後如果有什麼 呃 大家看過文案的話 如果有什麼想法也可以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稍微提出來 那也許講者就可以在 待會的一個 一個講的過程中 可能他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大家可能有問題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開始自我介紹這樣 我們請志工把麥克風傳下去 哈囉 聲音嗎 有 大家好 我是塔丘 那個 我 我會來摺 念來摺 我就是因為我想玩遊戲 聽說你有報名 對 聽說我有報名 然後聽說非常多有報名對不對 那 人數是秘密 你們聽一下塔丘的工作坊 對 聽說是秘密的工作坊 那 其實我是本身很想了解 這樣子的遊戲 因為現在桌遊很流行 那 如果說 透過遊戲這樣的方式 可以 讓我們有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其實在遊戲的過程 是很歡樂的 對 對 然後又加上公民教育 那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對 所以有點期待 好 好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誰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現在台中有上映一部 經過幾馬認證的叫 《路邊演餐》的電影 一天只有一場千萬不要錯過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然後我會來捷舞是因為 貓仰太久沒來了 對啊 是不是啊 哈哈哈 非常歡迎各種形式的工商服務 推薦店也很歡迎 兄弟也歡迎 大家好 我叫阿關 然後 現在當青少年社工 所以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不想要帶進 青少年的 就是一些討論 或是叫輔導方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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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那我是目前在張士大學生 我自己本身就是公民教育學系的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感到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我同時也是在國小的社團有教桌遊 所以我想要就是 來聽聽看這個東西 好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張士大地理系一年級的學生 你們是同學嗎 我不知道 天啊太有緣了 我是賴正平 然後我是下一屆我們學校編論社的社長 所以我想來這邊看看 謝謝大家 編論與桌遊 大家好 我叫歐頭 然後我覺得 說我有跟公民教育 如果扯上有關聯 那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來聽聽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丹丹 大家來自豐原 今天剛好有朋友推薦這個議題 然後我很想來聽聽看 然後所以就跟朋友一起過來 歡迎收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平昭 我現在在嘉義縣烏農 然後我一直很想知道 在這個社會上不同的團體 在不同屋台上面各的 各的不同人選在做些什麼事 所以只要有哲務有活動 我們都 現在是第二場 然後都會盡量來參加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嘉良為婷 之前有來過一次 就是第二次 今天因為昨晚 就是看到昨晚有跟公民教育 就非常興趣 所以大家想要測試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維嘉 我之前有來過一次責務 不過那次責務的地方是在 另外一個領域吧 對,好辦 對,好辦 那今天因為本身是公民老師 所以想好奇 怎麼去讓所有跟公民教育做結合 叫高中還是國中 高中 高中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艾長 我對桌遊這個議題有興趣 是因為我最近一直在關心 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當中 能不能一直往前挪到願景這一段 去做整合 那我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用桌遊的方法 把公民對於台中市的願景可以整合出來 有可能對於未來台中市的發展 會有一些幫忙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佳文 然後今天是我第一次來 我是一個上班族 然後我想要聽除了老闆以外人說話 太好了 你今天會聽到很多人說話 大家好我是佳安 我自己本身是公民老師 那我國高中都有教 那因為我覺得國中的學生在對公民的議題上面 他們比較覺得太抽象了 所以我們常常在上公民的議題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拿不及盡的 所以我希望能讓遊戲融入之後 你知道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所以有時候他們到了高中 還瘋瘋咚咚咚咚咚 我們就覺得很可怕 所以希望從國中開始就先奠定他們的基礎 這樣子 所以讓他們對公民產生興趣 這樣子 太好了 因為公民小時候好像都是被挪去 因為公民 懂得上數學嗎 還是 現在應該沒有這樣子了 太好了 大家好我是張宇璇 然後目前也在高中任教公民課 然後 是老師大集合 大家好 其實我是老師 上次在新竹 也有參加過折五個活動 這樣 然後自己也很喜歡玩桌遊 所以就來參加自己跟你們分享 謝謝 感覺老師好多好害怕 大家好我是宋斌隊 然後我是第三次來 然後我主要想聽就是 桌遊怎麼跟教育結合 你是老師嗎 不是 太好了 老師我比例有點高 我是老師 只好 沒有 我是 我是 老師是手面孔 對 對我前幾個禮拜來參加過 對 我上次 我是張室大公民系畢業 然後我現在在台中市 後中高中 單身高中公民課老師 為什麼會來參加職業史 就是這樣 謝謝 我叫張靜華 然後我是來自代表高中 對我很喜歡玩桌遊 所以 哈囉大家好 我是子璇 我今天看到都有遊戲 剛剛在座有很多共民老師 但是其實在高職部 因為我自己上高職部 尤其學生們想話老師也可以現在 但是我們高職部 是完全沒有公民課的 對所以覺得有點可惜 驚呆 真的喔 對對對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議題變得很有趣 所以放學之後 我覺得我和同學一起過來 我覺得教育部長應該要來聽這一場 太可怕了 聽說 我是吳家榮 然後我之前在台北有參加過 職務的活 演講 然後覺得很有趣 然後今天看到桌遊 因為我媽很愛桌遊 所以我就帶她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日語CBA的盛峰 那因為我本身也是最近 這一年來有接觸過桌遊 然後覺得桌遊其實是還蠻有趣 蠻歡樂的活動 就跟以前就只會認為 就是很桌遊 桌遊就是大富翁之類的 沒有想到變化也很多種 那所以 不過就再加上 我就是本身有在關心一些公民的議題 可是有時候想要跟朋友 或是家人 來跟他們講的 或是聊的時候 不想聽對不對 對對對 就很無聊 無躁 那所以我想說 那藉由桌遊這麼歡樂的活動 那就是可以告訴一些 鋪塵一些 對 就是對 鋪塵或是代入一些 讓大家會比較注意到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還蠻重要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Bob 然後我本身是台中人 然後從事NGO組織的工作 這樣子 然後我之前有在北部的木澤咖啡館辦過活動 但是我沒有實際的參加過哲學星期五 然後我也不知道台中有辦這個活動 我是因為我有參加這個好名文化運動 然後透過楊文總理委員 對他的介紹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我覺得真的 因為我對桌遊蠻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對公民教律就是 怎麼會扯上這個關係 所以我想了解這樣 好歡迎常來 謝謝 大家好我是欣香 然後我今天我吃第一次來 然後我來是因為我同學早餓來的 然後我也沒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來了 你是有想說不想來聽老師講話了嗎 但是沒辦法 今天晚上好多老師 大家好我是他的同學 然後為什麼會想要來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 我是高中生 我跟他是高中生 然後看得出來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高中 我們的公民老師也是有透過遊戲 然後來教公民這一塊 所以覺得很有趣 然後也想聽聽看就是 怎麼從桌遊 然後跟公民教育也是做連結 然後我希望得到很多支持 謝謝 可以再回去跟老師分享這樣 大家好我是君華 我是因為之前在綠川市集 有看到哲學屋的探位 然後就被桌上遊戲 公民教育跟影響直接騙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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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達瑋 然後我也是個社工 但我服務的是長者 對然後就覺得 今天的主題很有趣 然後其實原本也是因為我同學 就是邀請我一起來 但結果他現在人還卡在車正中 還進不來 對然後但很期待接下來 就聽到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是任務人 然後我也是學校老師 然後也是覺得這議題很有趣 所以就來聽聽看 謝謝 大家好我是藍月 就是平常對於桌遊是非常有興趣 那因為這一次是 我弟弟介紹的 他是個他平常非常 熱愛參加桌遊的相關課程 那在演出商標的這個活動 所以來參加 謝謝 O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他弟弟 弟弟你好 就是 就是 關注那個阿婆的那個工作 就是一段時間 好在朝聖的對不對 有粉絲欸 對 好 這樣從基遊下來就值得了 大家好我是子晴 應該是第二次來 上一次在其他地方 好 滿久的 那因為是對桌遊還沒有興趣 所以就過來 剛好最近有時間這樣 謝謝 謝謝 當然我是彥晴 然後我來是後中高中 然後我真的在關注社會議題 所以我會來看這個演講 謝謝 謝謝 我是玉佳 然後 就我會來是因為 就是之前有玩過桌遊 然後覺得很感興趣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所以就想要過來聽聽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余倫 然後是中科大學生 今天後來這邊是因為老師介紹 所以就想說過來聽聽看 謝謝 大家好我是郭建成 那個我今天會來是一個 你們可能會感覺是一個不充分點 但是我是因為那個 就是他有幾何的圖性漂亮 所以感覺 對 你說飛得很漂亮 你知道嗎 然後美感 美感很重要 對 所以就來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玉翔 學校引見我就來 對 人動腦的或是哲學相關的 就想說稍微了解一下 就來 謝謝 先洗一口氣 你可以的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哲宇 然後我之所以會來這邊是老師推薦的 謝謝 好 謝謝你 大家好我是上班族 然後我的小孩已經讀高中了 然後我最近幾年就是對環境的問題比較關心 我有時候會跟朋友講一些環境的議題 有時候自己的方式好像比較枯燥一點 想說來這邊聽聽看或許學到一些可以對那個 就是周遭的一些朋友有一些講話的技巧或是什麼之類的 好像比較活潑一點 在講一些嚴肅議題的時候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佛全 今天第一次來 我覺得我會來是因為 這個議題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檸檬尬冬瓜 暴吐心之類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人家要多充實自己 然後來這裡我覺得配取到不同的知識 接到不同的人 歡迎多長來周遇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李展伯 我是 好不要看我 我的朋友不期而遇在前面 我是從事探索教育 那同時在高中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那我從帶桌 玩桌遊帶學生 從國小到大學都有 那比較多是在桌遊上面是探討 探索設定議題 那因為探索這個議題 跟公民教育很有 我覺得非常感興趣 那最近正好帶學生要探索這個議題 所以我過來參與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許哲陽 那目前是在書房 會門館單跟國小部的復職老師 那同時也是作文老師 那以前我曾經把桌遊融合到作文裡面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今天想來聽聽看 到底桌上遊戲跟公民教育之間 兩位是非常感興趣 謝謝 謝謝 很想學 作文跟桌遊 大家好 實驗前我叫小雨 現在叫老雨 然後我也是高中工廟老師 那也是因為課程有需要 所以說想要聽聽看說 意想世界是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理念和玩法 這樣子 因為我稍微看了一下介紹 其實我看不到他的遊戲的方式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阿劍 然後是個工程師 然後也是個笨星 然後會來今天的活動 是因為我蠻關注一些社會議題的 然後也是個資深的那個座右的玩家 所以今天的議題很開心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秀平 我是宗教大的學生 今天本來要跟朋友一起來 可是我被放隔 他可能晚點會來 別難過 大家好 我是魯蛇 今天會來是因為老師推薦 也是因為要做報告 謝謝 老師是哪個學校 是哪個學校的老師 中科大 中科大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不錄 然後今天想來只是想要知道說 就是什麼樣的觀點 把這兩個領域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兩個領域可能都是你有興趣的 對對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楊 即將邁入小楊 老楊 我是Raki工程師 那今天會來這個原因是 我以為這裡會往左右 明天會嗎 今天應該 應該沒有 對 好沒關係 但是你不可以走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景軒 我現在是中國異議年級的 然後 因為我們最近想要辦一個活動 然後 看到了一個叫Word Peace Games 然後跟這個很像 然後就想要來 之前那個折舞有講過 世界合理遊戲 對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學生 然後這是第一次來折衛星期五 所以就還蠻期待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宗教大學生 對我是教育系 那我上禮拜也有來折舞 我覺得這折舞很棒 所以 上次討論得也蠻有深度的 蠻有深度的 所以這次有帶朋友來 謝謝 謝謝 哈囉 我是那個中式幼教的報榮老師 大家好 好 好幼教老師的口氣喔 哈囉老師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幼教老師超偉大的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允賢 那會來這邊主要是因為同學熱烈的推薦跟分享 所以就來這裡漸漸四面了解一下 是推薦折舞還是推薦作友 一起推薦 那太好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喜盒 我也不知道唱到第一次 那今天這個主題說 那個要講提到作友 讓我非常感到的有點興趣 因為最近我早就找不到拍咖 所以想看看 來這裡能不能找到幾個 所有咖 不過其實我來這邊好幾次 其實這也笑話 那就是 看看說到底是 要想從那個 Temple Game 然後來討論國民體 其實還蠻有興趣的 對 看今天會有什麼樣的討論方式 來導入 這樣子 然後也看看有沒有拍咖 要找拍咖 會後好了 無約一下 大家好 我是Tai 然後我現在是三年級學生 然後就是畢製的方面 有在做一些就是 跟播放遊戲有關的東西 然後想來聽你看 那我之前是有玩過另外一款 是他叫做美麗島風雨 我不知道大家有聽過 那他也是 我只是想看一看 他們兩個之間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建議大船的學生 這個活動也是老師推薦的 然後我聽完之後 要寫一個三千字的報告 老師好狠喔 加油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提供一下折五豆影片上傳 希望對你的報告有幫助 大家好 我是洪軒 然後我們是從雲課大來的 然後桌遊真的很好玩 然後我想說他跟教育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叫貴仁 貴仁 貴仁哥 貴仁哥 對對對 他本身是在做職業生娘揮畫 對 我是有將那個探索教育啊 還有NLP還有創業 跟那個職業生娘揮畫做結合 今天是看到桌遊 所以心裡想說 那桌遊能不能跟職業生娘揮畫做一個整個結合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阿蓋 我從苗栗佐藍山裡面 一所自由到大家沒辦法想像的學校過來 那剛才很多朋友有拿到我發的那個DM 我這邊簡單講一下就是 大概全球的自由民主教育 像包括夏山學校 什麼森林小學 社徒學校 這些學校 其實大概在23年前開始有一個世界民主學校年會 那大家手上拿到這個是 我們爭取了很多年之後 確定把這個已經全球辦了20幾年的這個民主教育的年會 拉到亞太地區 那台灣是第一次不辦 那我會在這邊 其實我知道這邊很多都是年輕人 包括學生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像 折五就是完全免費的 我們現在還有大概一兩百萬的那個缺口要去募款 那我們最近有一個專案 大家如果說你對這個活動有興趣 那你可以寫Email或者是上網就是查Aptech 那你可以先把這個訊息表達你有興趣 那如果我們募到專案募款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 現在還在談 在儲備小組還在規劃 可能會用半價或者是多少的這個 這個郵會 讓有興趣的人 有興趣接觸亞太地區 或者是全球民主教育 或者是自由教育 這個辦學者 或者是運動者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把學籍 傳給這個儲備單位 那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這一次邀請到了幾個 大概幾乎已經是全球在辦自由教育 或開放教育最大卡的研究者 或者是辦學者 包括以色列民主教育的創辦人 荷蘭民主教育的創辦人 印度民主教育的創辦人 那美國有一個 波斯頓大學的心理系教授 他研究了自由教育 民主教育研究了30年 那金州刊有一本書叫 會玩才會學 free to learn 這個你在那個 YouTube上面都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 這個Peter Gray的演講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其實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而且是在全人中學共同 在山裡面大家共同生活一個禮拜 你不是只是聽幾場演講而已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剛剛沒有拿到的 如果我這邊還有一點點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再跟我拿 那如果你們看完想要留下來給其他的人參考 就幫我留著 然後放到樓下的那個櫃台的地方 我想後續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參與 謝謝大家 我另外講一下 我是昨天到很晚很晚的時候 才看到那個這張海報 這張DM 那我一年多前其實在國家教育 你就會聽到軍有學籍論壇 第一次接觸到阿土哇 那一天整個現場幾乎瘋掉了 那個精彩的不得了 就這個滿堂彩 我想今天大家一定會不具有事情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我是哲學經濟舞的台中的策劃 那同時 我要工商服務一下可以嗎 同時 好民文化行動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臉書 好民文化行動 頁頁頁好 OK 這是好民文化行動的八旗人 那 我們其實在今年開始1月 在中區這個地方 我們開始以主治化的名義來運作 我們希望透過 一樣跟今天的主題很像 然後我們要持續翻轉公民思考的模式 然後透過未來有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目前我們已經正在進行中的 在第一廣場的田野調查工作 然後後續我們還有在包含台中市議會的一些小旅行 我們透過一些很輕鬆 讓大家容易入門的方式來關心 我們在在地的台中市的一些公共議題 那所以請大家有空可以持續來關心 那當然還有包含現在的哲 我剛剛提到說是全人很窮 他有兩百萬的缺口 其實我要在工商服務一下 其實哲五很窮 雖然我們還是免費的 可是我們還是很窮 目前哲五有15萬到20萬左右的缺口 但我們還是勉勵 我們還是一樣說希望每個禮拜五晚上在這邊有一個活動 每個人可以來到這邊 我們去掉了這個門檻 我們不要我們堅持是不對外收費 因為知識的門檻讓他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讓很多人可以來參與像哲五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可是我們希望說大家如果行有餘力 在我們主持人的手上有一個易柱箱 大家可以把你的一些零錢 可以來作為支持哲五 持續每個禮拜五可以在想想人文空間這麼棒的一個地方 持續的運作每個禮拜五不同的公共議題的一個公共論壇 那拜託各位感謝 謝謝總理 謝謝 我是亞軍豐原人 然後我今天以為我會來參加的是世界和平的作用 認識阿浦娃也可以 是世界和平的遊戲可以上哲五的那個Youtube頻道看一下這樣 你講過 你講過 大家好 我是亞軍 今天度過哲五 因為本來要找想想的老闆聊個天約 聊個講 然後想說好吧那順便過來 因為反正哲五就很常來這樣子 然後現在是轉職值考生 然後目前就讀才終於中 對然後應該沒有時間玩作用 我覺得有點難過 好那希望今天看一看也可以 就是心裡會平和一點 謝謝 到底是我怎麼愛學 好謝謝 我是益貞 我是社工系大三學 然後也對作用蠻有興趣 希望說作用的時候 也可以跟未來社會工作也一起結合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洪於廷 我是台大政治系畢業的 然後因為最近有一些生涯規劃的關係 所以留在台中 然後有學姐推薦我來哲五 然後我今天就看到桌椅 我就覺得應該很有趣 所以就特別來了 謝謝你 謝謝 哈囉 哈囉 嗨 我認識你 嗨 大家好 我是一修 我本身是先前結束基因撤醫之後 才接觸台中的哲學星期五 最近 只要晚上有空的話 我會盡可能的來 參加哲五的活動 然後希望大家做要一些朋友參加一些 在那邊聽得清楚喔 可以 可以 後面的朋友 好像演唱會好嗨喔 大家好 我是自己大學的學生 我是陪我朋友一下來看的 對 對 你不用在上面嗎 對 好 好 謝謝 OK 差不多 阿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廖家水 我是 在那裡有什麼資格 我剛剛說的就好 阿不然我參加一下 那個雖然不是我的活動 但是那個四改會 台中辦公室的活動 所以四月三到二八 有很多 有關書法 有關國中的紀錄片 的方式 阿 你都去 施改影展 大家可以用FB搜尋施改影展 有啊 感謝 我替你選團隊 好 施改會的台中辦公室 就在金錢報的隊伍 你都不跟你說 你有一個 大二十堂 在那裡有一個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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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關心 瑞群你要說嗎 好 大家好 我是想想的水電工 我還在修水電 好帥 還是在修水電 然後 我們這個地方很高興能夠讓 我們一直很高興能夠有折武的參與 讓這個地方更有靈魂 對我來講 它的意義就是這麼的重大 那也歡迎各位以後每個 我太靠近他了 每個禮拜五晚上都來參加 然後你參加的同時也可以支持一下我們這個場地 就是樓下我們有飲料 你如果需要多飲料 歡迎你找我或是我們哲務職工 跟他們講 我們就會幫你把飲料做好 然後請付錢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那剛剛聽了很多介紹 其實哲務就是這麼的有序 而且多元 就是其實我剛剛開完就說老師很多 其實不只老師啦 其實社工啊 或是各行各業的人 其實都可以從哲務這個我們一直持續運作 兩年多的平台 我們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說 就像剛剛中理分享的豪民文化行動 其實公民意識在這兩三年好像變成一個顯學 就大家都喊得正天嘎祥這樣子 可是到底什麼是公民意識 就像剛剛有老師分享說 國中生是對公民無感的 那我自己本身的職業也是小學老師 然後可是我會覺得 在小學跟國中的這幾年中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這個很微妙 就是小學生你跟他們說 他們其實是想聽的 我在班上有做過模擬公投 我也跟他們討論過 譬如說我從兒童傷害事件 然後帶入包括 沒有講到死刑那麼嚴肅 但是我大概跟他們討論一下 媒體試讀啊等等 我發現其實小學生是 是很有興趣的 是很有興趣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年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到了國中 怎麼就好像枯萎掉了這樣子 那這也是教育現場 非常需要面對的一個課題這樣 好 那最後我還是要講一下整理就是說 我們每個禮拜五 就是已經持續兩年多這樣子一個論壇時間 其實剛剛終於已經有工忙服務過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要 呃 我的職責還是要講一次啦 就是其實哲五我們會維持這樣的 每每個禮拜都沒有休息的一個論壇 我們的志工 包括我們寫文案 我們發想所有的議題 其實你可以去瀏覽哲五的粉絲頁 我們有討論過各式各樣的公民的議題 其實都跟我們很貼近的議題 很在地的 或是比較嚴肅的 那我們有生活的議題 其實各種議題都是我們每一位志工 我們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也有學生 都是原本就是有自己的正職在做 那就是用客務或是閒暇的時間 大家一起討論說 我們可以討論什麼樣的議題 然後可以跟可以激盪 我們會希望說在台中這個地方 就是可以激盪更多 就是關於我們是小搏小民嘛 但我們是好搏好民 那好搏好民 聽起來感覺又是非常非常的遙遠 可是其實你在每一次的 就很歡迎說 如果您是第一次來參加折舞的話 真的很歡迎你可以常來 因為其實很像今天桌遊嘛 就是其實蠻有趣 就是說遊戲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入門的 在教育現場中其實遊戲 其實不只是 其實教育不是局限在教室裡面這樣 然後我當然有聽到很多老師講說 他是因為想要帶到課堂裡面去他才才來聽 然後我自己最近有聽過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感 他說其實老師就是一個 一輩子都是學生的職業 就是老師會希望讓學生知道更多 所以老師要一直一直不停的去學習 那其實我們在生活中 不管你的職業是什麼 其實我們應該也都是一輩子的學生 我們要一直一直不斷的學習 那哲午會維持這樣的論壇 就是會非常希望就是每個星期五都可以 有不同的議題 然後我們透過很輕鬆的對話聊天 然後跟講者討論 大家可以去生活中去發笑 而且我剛剛很感動 就是剛剛有很多人是覺得說 他想跟家人討論公民議題 他想跟影響身邊的人 我們都是因為對生活中有一些議題有在乎有感覺 那我們不但自己有感覺 我們會希望可以影響更多人 所以才會想說 我來增進一下我的智能啊 我想要多學一點東西 這樣這樣的動物就會讓我們一輩子都是學生這樣 好那所以還是要工商服就是 舍五的一炷香就是非常歡迎大家 就是有靈顯的頭進去 因為我們的包括我們的攝影志工啊 包括我們剛剛有朋友分享說這個Banner很漂亮 就是美感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設計師齁也是都是 設計師其實在台灣是非常非常血汗 非常忙碌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的設計師也是都是在被老闆壓榨 被老闆壓榨的那個過程中 每個禮拜幫我們製作出這麼漂亮 然後可以吸引更多人來看的一個Banner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營運都是至公無場的 那還是會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持續的挹注 然後持續的關心這學新習舞台中 好啊因為今天很多人都很想聽 那我趕快把那個主持幫忙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雲晨謝謝